明星被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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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沈高南 我今年五十歲 我本來是從事警察 九年之後 因為一種行業 九年之後 也難免會有鑒帶感 我就繼承我爺爺的農田 然後開始從事農務 所以我就開始去改洋場上課 改洋場上課那時候也蠻幸運的 接觸都是有機的一些課程 那其實以我個人的認定是 有機跟有善還是自然農法 其實都一樣 最主要就是要對作物 還是對整個環境 一定要自然關聯 那對於作物它自然它一定會回饋給你 三星蔥它的一個優點就是地理環境的位置 三星的位置就是第一個它濕度夠 所以它的纖維紙會比較細 就是說白天的溫度跟晚上的溫度 差異還蠻大一點 所以它會造成就是說 讓它的作物 它蔥本身的一個香味會夠 而且最主要是差異在它的種植方式 我們就是用這種種植器 這樣擦到那個田錫 然後拔起來之後再放 分出再放那個蔥苗 所以它的蔥白的部分 就至少有20公分 所以其實蔥的品質好壞就是看它的蔥白長短 蔥白越長的時候 它在土壤裡面的深度越深嘛 可是它裡面有地下也有害蟲 因為一人四季都可以種嘛 其實大自然 你用友善的方式來跟種 它一定會回饋給你 而且你會越種越輕鬆 我現在沖的一個流程是 夏天的話差不多傍晚三四點會去採收 然後先回來浸泡 阿姨們會差不多凌晨 凌晨差不多三四點 他們就會來洗澡 然後我會冷藏 冷藏之後我就會包裝 包裝之後才會出貨 鹹眼鹹眼啦 唱衰也好啦 那個是一定的一個過程 因為我們有機的這種種植方式跟盥形的真的完全不一樣 它們容不得田肯上面有雜草 我蠻幸運的是大自然教我的 就是你讓它共生之後 反而第一個沒有蟲害 然後第二個 你把地利養好了 反而它你不用施肥 它長得會更好 更自然更健康 對身體也好 對自己的一個理念算蠻蠻符合的 從事有機將近快20年 那最主要的目標還是要讓人家吃得健康 吃得快樂 而且自己本身也種的健康 種的快樂 對於整個環境是好的影響 歡迎大家來三星行見 來吃我種的有機四季蔥 解釋 taxes presid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